您好 考虑就上来了 您好 您好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叫周星涛 今年26岁 来自浙江渠州 是一名单板滑雪运动员 也是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 那你今天可真的是来对了 我们这边就有专门从事 你这个领域的老板 希望他能给你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这个带着他有多久了 十年了 十年了 这是我全身上下最酷的一个配件 很酷 确实酷 截至以前是一名游泳运动员 对 是练游泳的 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车祸截至 当时是小时候摩托车飙车出了车祸 当年这个经历 是让你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在这边还有一点 是往下之后 那是什么 是海游泳运动员 你们要去看 都是海游泳运动员 尤其是海游泳运动员 在这边 在这边 是海游泳运动员 就会说 是海游泳运动员 有很多人 特别是海游泳运动员 已经是海游泳运动员 但是海游泳运动员 然后遇到了 我人生中的第一位导师 赖教练 然后他是一名小麻痹症患者 然后跟我一样也是退 然后是他教会了我怎么样 一条腿去 所以开始正式接触起了 这个残疾人的运动是吗 对 然后大学时候被选入了 浙江省残疾人自行车队 你还是如愿考上了大学的 对 在自行车队训练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入出来 然后赵连跟我说 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走出来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退役 那句退役给我打击特别的 自己给自己做了一周的思想斗争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走出来 从那以后我就接触到了 身边很多很多跟我一样的残疾人 因为自己走不出来 所以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帮助他们一起走出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拥抱 这片美丽的天空 说得真好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你刚才讲的极限运动了 我一二年接触的滑雪 是朋友带着我去滑的 然后那时候就感觉到 每一样极限运动 都会给你不一样的人生感 是很不错的 所以是从滑雪开始接触的 也成为了正式的滑雪运动员 然后是17年 是中国中参联全国选拔运动员 现在是志杨沈丹满滑雪队队长 好棒啊 队长 但我知道你不仅仅喜欢滑雪 还有很多极限运动 你都在尝试和挑战 对 海陆空 海陆空 有这样的视频是吗 有 我们来看一下 从未及飞过 我的梦想始于悬崖 终于陆地 中间的过程 《极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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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限之路》